小女孩狂尖叫 因为一只鹅 朝着他全力冲刺 做事要攻击 真的很凶 阿公就地取材 居然把孙女的腿当成武器 一把抱起孙 使出螳螂腿 直接扫额头 白鹅被KO战败 嘎嘎嘎的挽回落跑 仿佛在跟伙伴哭诉 这对手太强 我输了 全程被民众拍下投网 看到的当下我是觉得很可怕 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鹅 会不会也冲来攻击的 影片被网友狂刷 直说这样童年会有阴影 这个男人太狠了 白鹅被杀嘴沛 这一回总算人类获胜 抱起孙女豆腿乌 在扫腿攻击 这个阿公应该有练过 当然他怎么走 他怎么一直跌 不过你一直跌 你就是要快走 不要一直靠近他 他当然会攻击你 这鹅呢 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地狱性 那所以当你比较靠近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产生攻击的行为 阿公带孙女看鹅 地点就在台南勤美博物馆 园区一共养了14只鹅 但鹅有地狱性 很多民众恐怕不知道 太靠近被鹅追 被鹅啄 觉得鹅狠派 但园区提醒 远远观赏就好 才能和平共处 就来个文章 台南报道